我祝福你的名字 然后第二天就有稍微起来晚了一点 然后收拾东西 因为我们准备去出城去玩带他们 然后我就当时很忙很急 弄小孩弄行李弄东西 我就很急 我说要是来不及 我们要不你们就不去了吧 但是我没想到我比较少很坚定 他说去一定要去 然后我先生他也很坚定说一定要去 那让我很吃惊 然后他们说哪怕是听两分钟也要去 哪怕就是坐下来听一听 我们提前离开也可以 那我真的就非常感动 然后在路上表嫂就问我说 如果没有条件怎么受洗 或者是问了我一些有关这些问题 就到了教会 没想到那一天正好有受洗的这个活动 那我就感谢主 我就跟我表嫂说 我说哇你很幸运哦 今天你所问的问题 你所想要知道的东西都 神都一一呈现在你面前 然后我们就听亡灵步道 那我表嫂就深受感动 他在亡灵呼召的时候呢 他就勇敢地举起了他的手 他说我要 那我表嫂他不管是在 他在中国待 在加拿大待 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也从来没有就是接触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 神做工真的是很奇妙 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那我真的感谢神 我真的没有做什么事 但是神却借我 然后来救了一个人 那感谢神 这就是我的见证 所以奶奶刚刚讲什么 谢谢你 谢谢奶奶 我先帮你讲 奶奶刚刚就说 因为她不认识字 不会唱歌 好像就觉得不能够受洗 就觉得不能够 是不是 就觉得不能够 但是你现在知道 你只要相信耶稣受洗 不是靠着我们的事情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奶奶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 基督能够救你的罪 是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是 所以你愿意受洗归入他的底下 是 好 好 因为我们心里面相信 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口里面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救怎么样 必得救 必得救 而且圣经上说 信而受洗者 必得救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一起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做见证 谢谢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为延经元姐妹施洗 将你归入主的名下 奉主的名 阿们 还一个 虽然你们好像是兄弟,但是中间好像有居民 但是在今天晚上,才要把你们中间的正确,都要完全成功 让你们真正的体会,一家人带出来的习 赞光我的生命,带领我一生的道路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让你拍一拍